这个女人正在被感染者追击 慌忙逃窜之下 她被一个面具人拉进了房间 可感染者实在跑得太快 一只胳膊已经伸进了门缝 不得已 女人只能拼尽全力撞向大门 咔嚓一声 感染者的胳膊露出了骨头茶子 皮特博士的病毒测试为阳性 被困在了R层 他不甘心一直待在这里 因为他清楚田博士的为人 他把他们关押在这里 不提供食物和水 就是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的 他不打算坐以待毙 干脆关掉了安置在R层的供氧系统 基地里的氧气会在六小时内耗尽 他们R层比上面大 且人数也比上面少 自然可以坚持得更久 很显然这是逼迫田博士把他们放出去 但小猪不同意他的做法 皮特当即将他赶出了实验室 走廊里他看到了一个头戴防毒面具的人 那个人不断地朝小猪招手 示意他走过去 小猪迟疑了一会儿走过去 结果却被感染者发现了 感染者猛地朝他扑来 小猪撒腿就跑 千军一发之际 还是面具人将他拉进了房间 两人合力硬身身夹断了感染者的一只手后 终于关上了大门 这时他才缓缓取下防毒面具 向小猪介绍起了自己 他叫杰一 也是基地里的一名博士 通讯设备被炸毁后 田博士也没想着修复 他就是要让艾伦联系不上外界 搬不来救兵 这样子基地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如果救援迟迟迟不到 儿存的人可能挺不过一周 艾伦当初提议把他们暂时安置在下面 只是缓兵之计 没想到田博士将计就计 封锁儿层 让感染者和正常人自相残杀 对于田博士来说 只有死人才能真正保守秘密 莎拉手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 范范博士找上他 让他看看自己手上的红疹 他怀疑莎拉的测试实验有误 自己也是感染者之一 但他不想像其他人一样被囚禁在儿层 所以他恳求莎拉帮自己保守这个秘密 莎拉再次给范范做了测试 试剂还是没有辨率 他安慰范范 你只是精神压力太大了而已 别想那么多了 与此同时 莎拉接手了小猪的实验 开始寻找可行的治疗方案 此时的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将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几个小时后 范范的头越来越疼 莎拉给他吃大剂量的止痛药也没用 最恐怖的是他开始出现幻觉 对着空气和前男友对话 莎拉意识到情况不对 她的测试应该是错误的 范范已经被感染了 莎拉想要把这件事告诉艾伦 范范却一把拉住了她 她知道莎拉的秘密 想话不清楚 手会抖 以及抑制类的处方药 这都是肿瘤患者的症状 为了继续待在基地做研究 莎拉和范范达成共识 互相隐瞒对方的病情 炸毁卫星通讯设备的人是少校 他到这的任务 就是不让实验室的秘密 泄露出去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少校发现了田博士的真面目 他制造出来的病毒 和他宣称的背道而驰 真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此时 环境警报声响起 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田博士意识到 有人关闭了过滤器 如果不尽快重新打开机器 他们两小时后 就会出现二氧化碳中毒症状 少校提议带着人下去 和他们拼了 田博士却坚持 自己和保安队长下去就行 他多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少校知道局势快要失控了 于是乎 他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莉莉 原来他是五角大厦 特别调查部门 派来基地调查一项 秘密研究活动的 他们部门之所以 协助田博士研发苏卓 是想把苏卓 当成秘密武器对付敌人 为此 他们特地找了一个隐秘的基地 供田博士研究 让他不受任何政府控管 但是现在 少校感觉 田博士的研究会害死所有人 因为他听说了 他们用病毒转移基因的事 莉莉听后 立马重新对病毒做基因排序 他发现 病毒是人为设计的 根本不是大自然的产物 彼得被艾伦救走后 情况一直不容乐观 他的各个器官开始衰竭 离死不远了 艾伦为了救他的命 铤而走险 让杜相给彼得注射苏卓 如果这次还不能成功 那就只能认命了 苏卓注射进血管后 彼得情况立刻好转了 他可以自主呼吸了 病情也逐渐稳定下来 莎拉找到艾伦 他还是决定 把测试失败的事告诉他 艾伦并没有责怪莎拉 既然事情发生了 那就想办法去解决 他让莎拉去通知田博士 然后开启而曾 重新检验全基地人员 彼得终于醒了过来 他的情绪终于平静下来 不再像刚才那般狂躁 艾伦迫不及待的 问他关于基地和实验的事情 没想到彼得全都闭口不提 一直在达菲所问的说他们去世的老爸 没多久 又开始陷入迷惑状态 很显然 苏卓的药箱正在消散 病毒又开始席卷重来 但杜像给彼得注射的 已经是最大剂量了 继续注射 只会导致他出现抗病毒剂中毒 最后时刻 彼得告诉艾伦 他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 田博士之所以选择 他到基地工作 都是因为小猪 他来到基地也是因为小猪 因为他和小猪背地里有一腿 而小猪之前又是艾伦的前妻 他绿了艾伦后就没脸再见他了 并孤身一人来到北极搞科研 我的天 这是多么神仙的人物关系啊 说完彼得就受病毒的影响 变成了植物人 可能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小猪和杰一徘徊在R层外 一边面临着被感染者发现的危险 一边寻找着食物 幸好杰一熟悉地形 在他的带领下找到了吃的 这时他们发现墙面上有字体 JLW 这是小猪名字的缩写 很快小猪就认出这是自己的笔迹 难道自己之前就来过这里 为什么他全然不记得了呢 环境警报再次响起 氧气已经达到了人类生存的零件浓度 天博士带着保安队长来到R层和皮特谈判 他告诉皮特不要冲动 关闭制氧机大家都会死 与他们合作的话 大家都能活 在天博士的嘴炮攻击下 皮特终究还是上了当 重新启动质氧机 没想到 天博士转身就掏出保安队长身上的枪 杀死了他和他的同伙 眼睛都没眨一下 另一边 莉莉拿病毒样本和人类已知的基因序列对比 发现这完全是无法辨认的单列 涉及这个病毒的人 想让感染者从内而外的改变 把人类变成一只只知道攻击的野兽 少校听完后 默默拿起一旁的针筒扎向莉莉 将它置之于死地 紧接着再推翻一旁的货架压在他身上 盒子里的老鼠全都跑了出来 在莉莉身上上窜下跳 很显然这是莉莉知道的太多了 本集最后 断手的带军感染者和田博士狭路相逢 却没有攻击他 反而乖乖地给他让路 难道田博士有控制带军感染者的能力不成 还是他是高阶感染者 能控制自己什么时候发病 也能控制低阶的感染者 预知后事如何 敬请期待下一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